大家好啊 这个新疆啊最近疫情防控的 非常的严格 这个 本来呢这是好事啊就说你防控疫情 怕这个病毒传播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吧 你有一个度 是吧如果你太过了 我觉得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了吧有个词是叫矫枉过正吗 大家有一段视频啊看了之后我真的有点生气了啊 不过呢还是尽量心平气和的我们评论一下啊好吧 大家好 我是法华基金 前资车从上海车 我现在站那个位置是新疆的塔城地区啊 我前天就到塔城来 然后进了市区把它不让进 我就准备往前面的一个线叫玉米线方向车 还有两条路 我走上面一条 下去 快50多公里的时候它不让进来 然后又回来 远路返回吧 又回到上面吧 塔城地区的人 又不让我进 那我也走219 继续往那个玉米线方向走 那里只有10公里的时候 又被检查站了来一下 就说现在是进入通行 我爸又不想别买本 想麻烦 那我说那里面帮我买点东西吧 然后我找个桥下坐下就行了 他们也不买 他们说 不关他们的事 就说 为什么疫情这么严重 我还出来信 那说的不是废话吗 是吧 我7月1号就进入新疆 他14号了才有疫情 你说 能怨我吗 这不能怨我 我进来了他才有疫情 不是说 我知道有疫情了 我还偏往里面进 对对 他们那些时候就一直怨我 为什么有疫情还出来信 我也不想提醒 我也想早点回去 让我赶紧回去 现在是回不去呀 你坐车 他说你在哪里也没有去 他说 所有的县里 室里全部封了 就是说 你进去 也不让你进 你出去 还是不让你出 你出去之后你要想再回来 你得经过县长 训绩签讯 你才能进来 就这么麻烦 给大家看一下 我住了三个晚上的地方 看 就这个桥下吧 这上面就是二二一九国 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三个晚上 没办法呀 吃的也没有 喝的也没有 饿了十几个小时 啥也没有 这位中途 买啥东西买不到 因为他检查站 离那个县城 还有将近二十公里 所以说 让他们帮忙买点东西 也不买 要连水也说 他们自己都没得喝 你说这咋办 我想不明白 哦 他们到底是在救人 还是说要把一个好人给逼死 我确实不明白 我已经给他们说的特别清楚 我说 那你们拉我去隔离就完了 隔离吧 掏钱 我自己掏 然后 隔离完了 你们放我这个就行了 不行 就是直接就不让通行 禁止通行 那我就困在这个头人去等 西瓜视频 这个东西要两说了 第一呢 骑自行车到新疆呢 这个很不专业的是不应该一个人 因为新疆呢 这个温差很大 这个白天呢 真能把人烤焦了 身体耐受不耐受 而且呢这个人际罕至 尽管它是很安全的地方 但是还存在着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冲突 其实到了少数民族地区 你像到了这个 这个喀什呀 或者南疆地区 其实老百姓都说 建议住 这个官办的宾馆 不要住民宿 因为这里头有民族问题 别给 坑埋了啊 大概就是这个 一个意思 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塔城地区啊 塔城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它是一个边防 塔口 是个边防检查站 是一个边防的一个军事管理区 就像我们要到这个 红旗拉股就是 这个 中国和这个巴基斯坦的交界的边界的那个 最大的一个口岸啊 也就是一带一路的必行之路的这个口岸 你必须得到这个 卡什地区的公安这个行政大楼啊 拿着你的身份证免费办一个这个 这个边防通行证呢 没这个通行证 你要是从卡什往西面走 要奔这条路 那随时就把你扣了 而且呢 到了这个 这个这个 红旗拉股 这一带 东卡什往西走的这个 一带一路的唯一的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一带一路的那个沟 大概160公里就到红旗拉股 红旗拉股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帕米尔高原嘛 如果你要是不办通行证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都是军事管理区 那你 你跟 你跟 谁讲理 没太大 那意思 所以出去一定要注意 这个安全 还有尤其是这种骑行 还有这个 这方面要注意 你要到这个 他的标准的说法就是你必须要 经过这个 这个 帕米尔高原呢 要到这个 喀什办这个 塔什库尔干的这个 边境管理区的一个通行证 才能到这个 红旗拉股检查站 这个区域的整个的这个 这个帕米尔高原呀 都是属于军事管理区 因为他离边境科德边境 阿富汗 还有这个 巴基斯坦 等等等等 这些厉害国都在那 所以说他这个 哎 他这个是这样的 你像 现在已经不行了 现在我倒是建议大家 要是有时间的 还真得到新疆 有些地方去看一看 我们这老哥呀 他说的是骑行啊 他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一个人确实危险 新疆呢 早川皮凹是五川沙 抱着火炉吃西瓜 昼夜温差大 他说他一个人不安全 你真有点什么困难有点危险 对吧你一个人太孤单了 他是这个角度 但是啊这个他没完全说的到位啊 我个人认为啊 老哥我是很尊敬的 但是这哥们呢 他已经来了 而且那个 他到育民县呀什么这些地方 没有涉及到什么边境通行证 没有 他没到边境上去 他现在是不让他出去 而现在他吃不上饭了 吃不上饭 啊就说 是吧他求那些人说你卡着我 你不让我下去我知道现在有疫情 你给我买点吃的不行吗 是吧我也不用你们花钱你们帮帮我没人帮他 这个时间长了他怎么办他得饿死 对吧而且他已经出来 半个月左右了吧他不是新疆有了疫情他才来的 对吧他是不知道 说你怎么有疫情你还全国乱跑那意思 那你要那样的话 那全国所有的活动 难道都因此而停滞吗 那那样的话全国人不得饿死吗 对吧他出来骑自行车这没什么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塔城的地方 有点过了 塔城当然我是去过 07年我就去过 是吧塔城的 地委 地区行政公署那个办公室副主任 我还认识 哈萨克族的一个 一个奶蛮部落的 现在这些年没联系了 他那个联系电话 在我的那个北京家里边的笔记本上 我也没跟他有方式如果有方式 我可以帮他呼吁一下 我还到过他们下面一个蒙古族自治县 他们当地叫和敏县 叫和峰县吧 和峰县 实际上叫和布克塞尔 和布克塞尔说是骆驼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和山峰的某一个位置吧 就是塔城和这个阿德泰交界的地方 我都去过那地方 反正这小伙子 时间长了会有危险呀 连基本的生存的 口粮 喝的水都有问题 这个 中国有的时候就是说给你下一个死任务 是吧你有压力 说是上级 一层一层压下来的 但是你也不能见一个人就这么死掉吧 对不对 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还是应该有 好吧 谢谢大家 方便的话帮我点个赞 帮我 转发 是吧这套科啊 我老是这个嘴绕不过来 你要让我聊聊什么我都能聊 然后你让我说这些东西 还是不是太什么 不太溜是吧可能我 还算一个YouTube上的新手吧 但是啊我是整个YouTube不限于中文 最勤奋的这个 出节目量最大的 是吧